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四离开北京 这是真实 于震生在6月3号也出去了 没在北京待着 谁都不想承担责任 那6月2号 作为六四的主要的承担责任者之一 陈希同死了 我觉得陈希同的死极具代表性 一个为这个权势请自己之所利 在当时是主要的参与镇压学生的人 被同样的权利者给他砸死砸表 林了几个字 陈希同死了 就完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说这种新闻的报道方式 我知道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死了 这就是蒋介石先生去世时中共的报道的方式 陈希同死了也用这个方式去报道 而当初他是主要的参与者的杀学生 今天活着的人 在中共权力结构当中活着的人 你知道你是不是下一个陈希同吗 因为你们之间谁也不买谁的账 因为你们之间谁都想掐死谁 这就是魔鬼 陈希同的死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反应 BBC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几乎所有大的媒体都有报道 那咱就围绕着陈希同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各自的看法 BBC这么说 六四北京市长陈希同 盖棺 仍未定论 谁给他定啊 怎么定啊 对吧 六四这件事情他们相互彻责任 当初他们那么狗横狗横的 我要干嘛 非要把学生杀了 然后事情过完之后 这事跟我没关系 李鹏这么干 陈希同也这么干 江泽民也这么干 习近平扯呼了 那你是对啊 是错啊 陈希同烧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当初刘少奇烧的时候就连名字都没有 他儿子今天是上将 所以这就是你们在上头的人 你记住 死了你有名字 没名字 邓小平连骨灰都不留 但是你的魂会活着 你的魂会为今天的一切承受 你做过的一切承受 文章讲说 陈希同6月2号死亡 而中共官方为了躲开六四这天 5月5号 给予证实 新华社就说了五个字 陈希同病亡 内容提到他 1998年7月31号 被江泽民拿下 判刑16年 我跟大家提醒过 98年宣布陈希同拿下之后 98年 中国的江 所有江 北到黑龙江 松花江 南到珠江 中间长江 都创造了历史性的大水 江 江泽民的江 这个字 创造历史性的大水 而那同一年的河 却出现了旱灾 包括黄河 淮河 你可以什么都不信 但事情发生的就这么轨道 然后 新华社有一篇 大概9月份 10月份的报道说 江泽民 江泽民同志 第一次视察北京 溢死 干掉了陈希同 所以 你们愿意维护共产党 你们自个儿之间就接着干 姚坚富 这是原来的 赵紫阳的智囊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陈希同的下台 实际是中共政治元老 与当时李鹏 针对赵紫阳军事政变的 本身的一个哲修部 而陈希同与姚坚富 曾经八次谈话 而陈希同多次为自己澄清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责任 也为自己的谈话进行辩护 你们开枪的时候 你们杀人的时候 你们那么狗横狗横的 事情完了之后 你们都说自己不干了 对吧 谁是小偷 谁是强盗 对吧 谁是龌龊 这就是 那今天的执政者 包括李克强本身 曾经参加过 1989年四月份 四百多人 陈一兹负责组织的 有关中国未来的大辩论 当时的李克强 跟王君涛等人 包括胡平等人 有过接触 有过探讨 王君涛自己说 李克强的想法 跟他的想法 极其近似 这不知道历史在嘲弄谁 其实你让我说 历史在对中午 今天的普通的老百姓 有着一种嘲弄的味道 为什么能够允许 这样的政权 持续的作恶 为什么能够使得 后来的人 在这处理 本该他知道 如何处理事情时 采取回避的方式 为什么一个正常的人 进入到这个体制当中 当他不有权力的时候 当他享受欲望的时候 立刻他就可以做出 非人类之行为和思考 这不能不说 中国人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负有责任的 陈希同讲说 如果我有机会 我会问李鹏的 什么时候 你指李鹏 或者指定另外一个人通知 我陈希同 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 郑指挥呢 有正式文件吗 这是什么组织 什么时候 有什么决定 和什么人批准 我觉得这话 这是什么个组织 你在其中 曾经是黑帮的头之一 牛脸你被大鬼给吃了 六四期间 文汇报 驻北京的记者 刘瑞昭认为 陈希同在六四事件中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导致后来 邓小平下令镇压 整个过程 还是需要邓小平 负主要的责任 我觉得其他后子 就不用讲了 这些可能对很多80后 都不太清晰了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就是我刚才示范了 为了这块肉 中南海里的人 过去的人 这二十几年过来的人 都为了你身上 这一百来斤肉 而你这块肉干嘛使的 放纵欲望 才会这么干 那同时BBC呢 介绍了一下 陈希同的梗概 六四事件的 关键人物陈希同 那他讲说 陈希同 远北京市委书记 二号在北京死亡 他紧接着介绍说 新华社的报道很简短 没有提及陈希同的 任何职务和简历 那陈希同 当时跟李鹏 李希明 李希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 那在执行的 当时八大佬 包括邓小平 镇压学生的命令 设计的军人 有二十万人 而今天的当政者 后来的江泽民的 整个这个集团的当政者 他们都是在 陈希同所参与的 镇压学生的基础上 获得了今天的利益 今天的各大家族的集团 的利益集团 是建立在陈希同 深度参与基础上 取得的 可是今天六月二号 陈希同死了 他们连个简历都不给陈希同 老狠了 文章介绍说 北京市长陈希同病逝 并在昌平已经火化 因为实际很敏感 他的死讯乃被掩盖 而因为他的身份又很特殊 所以火化时填写的职业 叫做摄影师 是因为陈希同被江泽民 弄下16年 弄他16年 从2006年 查出来他有肠癌的时候 他就到了北京的小苍山 北京的小汤山的 辽养院的一部分 大概是那一片了 那不是一个了 作为他的后来的居住地 而他陈希同在6月2号死 赶在了6月3号之前的一天死 这就是个故事 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未来会有说法 而6月4号那天 北京的中午时分 就像半夜时 鬼 鬼 鬼到那份上 黑到那份上 所以应该说 我还是坚持那话 2013年是10年 一定有的说法 同样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李旺洋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李旺洋离其死亡一周年 支联会中联办门前 祷念 抗议 那李旺洋 一年前在今天 被勒死 应该说就被死亡 被勒死 那这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 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 而李旺洋 前后 从8964 到去年是23年 结果李旺洋 在监狱里待了22年 我们知道最高徒刑 有期徒刑也就20年 再往上就无弃了 但李旺洋前后 在监狱里被弄了22年 而李旺洋是因为六思这件事情 绝不服输 绝不疏口 他就认为是共产党 是屠夫 是魔鬼 从而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这个体制 是一个吃人的体制 这个体制 是非正常人类的体制 从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起 大家都明白 因为我今天说的所有的内容 是今天在中国社会当中 正常生活的人不许看 是党和中央的领导人 不许大家伙看的内容 这就是非正常人类的社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